大马第十任首相安华 曾两度因刚交罪名成立 背叛入狱 尽管他已经在509全国大选后 获得十任国家元首苏丹莫哈默武士的特赦 但来到今天 依旧被国盟议员 尤其是一党议员 紧要不放 对此安华今天在谷会 讲述自己被特赦的过程 并强调是十任国家元首苏丹莫哈默武士 主动宽赦他 对此安华武士的特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dan ini perlu saya jelaskan bila keabsahan itu juga moral legitimacy untuk menjelaskan saya tidak memohon pengampunan kerana saya dihukum